看什么呢 哥 那丁五协会的于云飞明明长得人模人样的 我们学校居然有这样的人 真恶心 嘿 渣男 觉得可真好啊 于云飞 你都看见了 我又不瞎 你可千万别误会 我就是好奇 我知道 这上面说的一定是假的 对吧 是吗 那你知道 什么是苍蝇不丁无缝的蛋吗 我可能真就如同这上面形容的那样 那你会怎么办呢 远离我 那我一定是选择把你从这样的生活中拉出来啊 拉出来 你要怎么拉啊 我也不知道啊 我只是觉得 如果你真是这样的人 也并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啊 我只是希望 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你可以好 你怎么真信了 我真难过 不是 我知道你是开玩笑的 我并不相信这帖子上说的啊 滚城啊 你别这样啊 你还真是和所有人都不一样 等等 你说什么 就是 就是蓝七让我叫你去喝茶 你去不 所以你是为了帖子的事情 把我卖了是吗 她 她不是你朋友吗 朋友啊 没想到飞飞居然肯来 云飞 你来了 真过分啊 真过分啊 居然让我等这么久 哎 坐下 嗯 那是谁允许你把那些给管城看了 那些 什么啊 这些都是她自己要看的 她要 你就给 那她知道这个帖子就是你写的吗 我 所以你是因为这个才不接受我的吗 你明明知道 是因为 居然肺 我那么喜欢你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 你喜欢她吗 你谁啊 是和你有关系吗 你看 他宁愿和一群素未蒙面的陌生男人在一起 都不愿意看你一眼 你的情绪根本对她造成不了任何影响 我说 你和我说这些到底想干嘛 我要是 我就会把这一幕拍下来 然后曝光出去 自己得不到的 不如毁掉 对不起了 你也知道我当时都醉了 我们不聊这个好吗 除了帖子的事情 别的你没告诉她吧 放心了 我知道那些事情你一直都不愿意听 那就好 我的事 我只想自己告诉她 你最好别插手 只想自己告诉她 为什么 难道你喜欢她 你 你喜欢那个人 对吗 还需要我回答吗 岳飞 你疯了吗 你那个朋友根本跟我们不是一类人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所以呢 所以 你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起 你可不可以别做梦了啊 岳飞 何况她还又蠢又憨 我哪里比不上她了 说完了吗 我 管成她确实又憨又蠢 还很迟钝 心里的心思 也全在脸上 但是 她至少不会和你一样 没有自知之明 即便是没有她 没有管成的存在 我也绝不可能会去喜欢你 不过有件事情你倒是说对了 什么 我确实 就是喜欢管成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日 这是母亲去世的第八个年了 妈 我又来看你了 你知道吗 今年 我已经十八岁了 也算是正减的大老爷们了 你不是一直都希望 我能上大学吗 我告诉你啊 我马上就要高中毕业了 我一切都好 只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里 也开开心心的 我就满足了 走吧 管成 时间不早了 难得来一趟 去你阿姨家看看吧 嗯 每年的这一天 我都会回来这里 回到那个充满儿时回忆的地方 姥姥 回来了 小陈 妈妈 想买桃花 先不买了 家里那么多 都带不过来 妈 你不是说好 带我去游乐园玩吗 我要去我要去 妈妈今天不舒服 不能陪你玩了 你说好要陪我的 你骗人 快点起来啊妈妈 你在干什么 不是让你不要打扰妈妈休息吗 爸 你出去 妈妈她 到底怎么了 小陈哥哥 小陈哥哥 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我妈妈生病起不来床 我好难过 那你知道 是什么病吗 不知道 大人们都不告诉我 都瞒着我 觉得我还是小孩子 小陈哥哥 你跟我来 这是要干嘛呀 小陈哥哥上车 带你去个好地方 给你 这是珍珠奶茶 以前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 奶奶都会买这个给我喝 喝完心情就变好了 真的吗 所以小陈哥哥 喝完了就不要难过了 好吗 好 好甜啊 是吧 是吧 确实 突然就没那么难过了呢 是啊 糖 糖 都没那么不 compte 我 还是 糖 糖 糖